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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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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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我写不了这样的 别让你把这事干成了 剩下树身的钱 我给你一笔够相符 你也没得干 我给你一笔够相符 公子 卢智 我不是和你说过 你我在这 新秀的地方借树 凡事都要稳住心 吾嘉小姐 又来信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虎狼之词 总是让我留根不尽 温小姐庄安 你我二人虽自有地下婚约 平日里通信也请自重 物言清心寡欲十几年 早已看待红尘 为了不耽误姑娘芳华 特提出退婚 公子 你这样草车退婚会出大事的 什么大事 温家大小姐据说是江南第一美人 自然心高气候 被你这样退婚 她以后该如何嫁人 公子可曾想过 这倒是我思维不着法 还有啊公子 莫要总是念到想出家什么样 您是小时候身子弱不好僵养 这才有个和尚建议将您送到庙里居住 您才在庙里长大的 多心也绝 谁人也不能更改 就算你要退婚 也要让他主动退婚 这样对你和他都好 应该怎么做 师父 我已看破红尘 此生只想清修 修成正果 你臣冤未了何必强断 夏詹雀和温小姐说得清楚啊 师父 师父 老爷 老爷 沈家那边又来信了 没准这次啊 沈家就跟咱们提亲了 是啊 沈家不如前的富贵 定会给大小姐一笔丰厚的彩礼 温小姐 实不相瞒 我沈家家道中路 献下两万条黄金 温展示二十年前沈家所赠 还希望温小姐能将胎子归还沈家 帮助沈家度过难关 哎 唉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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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爷 快点 老爷 老爷 公子 这事成了 什么成 公子 孟小姐回信了 既然今生无份 那就从此斩断婚约 各自安好吧 孟小姐要退婚 公子 我就说了 这事交给我肯定没问题 她在心里说 之前对我的 都是妄言妄念 无必当真 把我的那些威胁 都算是 可能孟小姐 就是没喜欢过你吗 不可能 她之前说过 她对我的心更顺利 一定是你胡乱写一通 伤了她的心 公子 你不是不喜欢她吗 她现在退婚 不是正合你 不合 退婚是退婚 可她把我之前对她说的 做的东西都一笔勾销 那这算什么 不行 我要下去 跟她说清楚 你不知道沈不言 有没有说到信 快给我换衣服 我要出去找绒狼 小姐 万一让老爷知道了 他肯定又会臭骂我一顿 我不管 我认定绒狼了 得帮我 老爷 爹 又想在我眼皮子底下 蓝天过海是吧 没有 罢了罢了 既然 你相忠的那个穷举子 因为你又何行 爹 你意思是 同意我跟荣郎的事儿了 此事 必须三枚六片 是 你出了 查查 我爹答应了 老爷 杀手已经找到了 小姐 老爷 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等他沈公子一上门就 想要我的钱 必须能力还 好 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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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你 我想要 妈 二 你 不是 我爹 宝 家 杀 ğ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